我接下来呢 我接下来我要进展到第二个办例 第二个办例 我要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原来电脑应该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针对这样子一个很长的文字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很多项有十项 可是简报这边它多了一个这个符号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而且也不使用它 所以我接下来我想要让你们了解 例如说假设你知道这项技能 对你的简报制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例如说在PowerPoint里面 其实它预设一个投影片的内容文字 最好最好只有七项 可是这边您算一下 这总共有十项 所以当它在输入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 它就会自动把字缩小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干脆就可以把这么多的字变成什么 两栏来去呈现 变成两栏的方式 那怎么样从一栏文字变到两栏 哦 其实就是点这一个 你看哦 这一份文件有没有左下角这个图示 没有 因为它不到七列 不到七列的文字 那这一个呢 自己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不是超过了七列 所以直接点它这边 将投影片变更为两栏 你看这边是不是一栏 这边是不是一栏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让我们就是怎么讲呢 这个字都维持原本原本的大小 不会缩小 不会缩小 所以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小技巧 好 希望就是说 哦 当我们今天文件很长的时候 其实我也可以想办法把它变成两栏的方式 来去呈现 好 那只有两个动作 可是一栏变两栏 请问你以前你怎么做 是不是先选到后面这些字 然后复制在贴上 现在不用了 现在哦 它会自动帮你去计算 它会自动帮你计算 好 将投影片变更为两栏 那这个时候 不仅我想要问你们一个 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哦 等你做完这件事哦 怎么样恢复变成一栏 可以吗 请你们等一下练习一下 你会把它变成两栏 那就一定会有同学说 老师怎么变成一栏 好 来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 除了Ctrl加之以外 还有没有别种方法 我们来思考一下 好 来 看一下